哥林多后书 第十章 我 保罗 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温和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 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慈祥劝你们 有人认为我们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认为必须敢于对付这等人 我但求在那里的时候 不必这样勇敢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而是凭着神的能力 能够攻破坚固的盈磊 我们攻破各样的计谋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高磊 又夺回人心来顺服基督 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 来惩罚所有不顺服的人 你们只看事情的外表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属基督 我们也属基督 主赐给我们权柄 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拆毁你们 我就是为这权柄 稍微夸口 也不觉得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恐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信上的语气既严厉又强硬 他本人却软弱无能 言语粗俗 这等人当明白 我们不在那里时信上怎么说 见面时也必怎么做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某些自我推荐的人并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夺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是不明智的 我们不愿意过分夸口 但是我们只在神划定的界限内夸口 这界限甚至扩展到你们那里 我们扩展到你们那里时 并没有越过了自己的界限 其实 我们是首先到你们那里传基督福音的 我们不靠别人所劳碌的过分夸口 我们只希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划定给我们的范围 也能够因着你们更加扩展 使福音得以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而不在别人的范围之内 以别人所成就的事夸口 但要夸耀的该夸耀主 因为蒙月纳的不是自我称许的 而是主所称许的